委員你怎麼看林志堅現在要付出 就是傳說說要去資本同志當總之 我想林志堅 他是民進黨認證的 就是這個敗選戰犯 也是全民認證的所謂的論文抄襲手 那至於他個人的生涯規劃如何 那我沒有什麼好評論 但是我覺得他也標誌著 今天民進黨在過去過程當中 尤其當他的論文案出來之後 你可以看到監察院的高永成 還用這個行政我們講監察的職權 想要去護航他去追殺于正煌 那陳明通還可以出書來去挺他 那也看到很多的一些 所謂像公督盟這些社會 就是假裝中立的團體 也站出來力挺 所以我覺得林志堅 其實也算是一面政治的造謠境 那造出了很多當前一些 我們覺得一些不堪文問的 綠色的政治生態 我覺得血書是一個很嚴肅 很值得尊重的一件事情 現在變成這些爛渣人 這些官僚 他可以大啦啦的說謊 可以這麼大膽的顛倒是非 還敢出書 給自己去翻案 給自己去掩飾他的一些過錯 如果社會還沒有一個判斷能力 我們只有繼續跟著他沉淪 前新竹市長林志堅 2022年參與地方選舉時 被爆出台大國發所入門抄襲 風波後黯然退選 他的指導教授 也就是前國安局長陳明通 25號舉行新出發表會 然是堅持林志堅沒有抄襲 還說台大學員會的判決是 世紀大雲案 對此台大榮譽教授賀德芬 特別接受獨家專訪 痛批陳明通 這樣的一個學術人 當你出了這種書的時候 我們自然應該給他一個評價 而不是幽蜂的 我就去相信他的了 因為這樣子的話 對他自己的學術是更大的踐踏 他人格上更低賤的 你不但自己不反省 你一年可以指導兩三百個學生 你的論文的題目有沒有價值 你有沒有認真的在指導 當你出了這麼大的事情 學校已經透過正當的程序 給你做了評鑑的時候 我剛剛說的 他如果正確的話 他如果對他反省的話 我覺得這個書有價值 如果他只是要去給自己漂白 或者是說他認為他是一個冤案 我覺得他的反省力也實在是太差了 這個東西也就是反映到 我們的現實社會多麼的不尋求真實 任何人都可以這樣子來漂白歷史 所以會使得我們將來對於這個史書 真的本來我對史書 因為都是權利者的權勢 都不太敢相信了 那這更是明白的例子 廣安也一樣 從來不去檢討 就是我們社會 為什麼會縱容這樣的情形發生 是不是 我剛才說 我覺得血書是一個很嚴肅 很值得尊重的一件事情 現在變成這些爛渣人 在這裡可以自己去翻案 可以自己去掩飾他的一些過錯 那這個就毫無價值了 可是如果社會還沒有一個判斷能力 我們就繼續跟著他沉淪 我自然良心我是沒有政治率長 我真是很想要維護 學術的一個單純性 那這是很淺顯就可以知道的 你怎麼指導學生 那這陣論文有多少雷同之處 怎麼樣單薄的材料 可以寫那麼多本論文出來 告人的被告的其實都是一丘之合吧 都好不到哪去 就我覺得悲哀的是 學術淪落到今天這個 尤其人文社會學科 很容易陷入這樣的困境 你看它就是一個問卷資料 或者一個簡單的一個數據的調查資料 就可以給好多學生去用 而且你又是身兼官職 這麼重要的國安局長 你還有這麼多心思可以在學校裡嗎 像這種學官兩期講了多少年 結果有辦法的還是照樣去做 你學校有沒有好好的整頓過 反而這種人在學校吃香喝辣 聲明都是遠高於那種默默的 靜靜的守在校園一角的教授 那你整個時候風氣就是這樣造成 所以他今天可以這麼大膽地顛倒是非 還敢出書 我覺得社會都該檢討吧 這個都是我們現在就是說重容到 這些政治人物 這些官僚 他可以大啦啦的說謊 這個就是已經是非常違背 整個學術的一個精神了嘛 其實陳明通這些說法當時在林志堅的論文抄襲的爭議的時候 他也說過同樣的話 而且那個時候在台大要不要把他的論文撤銷掉 其實陳明通也是用這些的藉口 但是事實上都沒有被台大所採信 那我覺得分幾個層面啦 第一個他出這本書 其實試圖用編織一些所謂政治迫害的故事 試圖要把林志堅把它塑造成 他是一個政治鬥陣下的一個犧牲品 那當然他要洗白林志堅 也就是要洗白陳明通自己 因為陳明通就是他的恩師啊 那可是這整個事件其實非常的清楚 後來撤銷林志堅論文的或撤銷他學位的 不是王洪威也不是國民黨 就是台大還有中華大學 那不要忘記現在民進黨還執政啊 那台大是國立大學 那中華大學當時的董事長 還是你民進黨的發言人 民進黨的中常委 請問一下台大跟中華大學 這個國民黨或者王洪威有什麼掌控的能力 那兩所大學相繼的把林志堅的論文 給他撤銷 還有這個他的學位也都撤銷 這說明這是一場非常單純的 一個學術論文抄襲的事件 那麼我覺得陳明通在這個時候 他出書我認為他也別有用心 他是不是想在520新政府成立之後 能夠繼續的能夠在這個新政府 磨個一關半職 所以在這個時候洗白自己 但是我覺得他的這些企圖 事實上沒有辦法達成目的 因為這件事情並不是時隔10年 20年這短短的大概不到兩年的時間 他難道認為他在現在滿嘴胡說霸道 就能夠去洗所有社會大眾的記憶 就能夠洗白林志堅跟洗白陳明通刺激了嗎 陳明通本來就應該跟社會大眾道歉 他也應該跟台大道歉 尤其是台大在這次這樣的富人之人 讓他可以領得退休金之後 那麼竟然陳明通還倒打一耙 竟然說林志堅的案子是世紀大冤案 所以他們覺得台大的審定是一場冤案嗎 是錯誤的嗎 那麼台大吞得下去嗎 所以台大的校長說 陳明通應該跟社會大眾道歉 其實我覺得台大還是縱放了陳明通 因為陳明通事實上真的不應該可以退休 他應該被解聘 但是時至今日 陳明通會不會出來道歉呢 那麼我認為他會繼續的硬拗 那麼這也會繼續的傷害台大的幸運 對 所以這個校長這樣喊的話 是不是其實也沒什麼太大的效果 老實說我覺得台大校長的喊話 是被最近大家的質疑被逼出來的 事實上今天陳明通都已經騎在台大的頭上 在那邊撒坡撒尿了 那麼台大校長只是被逼的 最後出來對陳明通做一個喊話 但是我認為陳明通囂張的這種情勢 這種態度 我相信他不會甩台大的 那我可以幫我們說一下 有份那個靜電視的案件 陳耀祥定通關 那他其實身上還有這麼多 也列為獨職啊 那他怎麼還敢這樣子通關 陳耀祥大家都知道 因為在靜電視的這個他的貪毒案裡面 他已經被列為被告 作為一個待罪之聲 他怎麼可以來親自去主持這場的審查會 那甚至呢也參與了投票 那所以整個靜電視的審查過程裡面 不但黑箱而且出現了嚴重的瑕疵 那陳耀祥怎麼敢這樣做呢 而且還故意趁著這個我們現在立法院修會 趁著夜黑風高想要把他強渡關山 偷渡過關 那麼我相信一定是陳耀祥後面 是有一個靠山在支撐他的 不要忘記 因為事實上過去的那個錄音帶的案子裡面 就暴露出包含來自於蔡英文總統 總統府還有來自於蘇貞昌 當時的行政院都是給陳耀祥施壓 要讓靜電視過關 所以今天陳耀祥敢冒著天下之大不惠 那麼以被告的身份還敢主持這個會議 讓靜電視上架過關 這當然後面一定有民進黨的府願來撐搖